有个朋友就比较贪心的 他有几个深水股份在watch list 上 想你帮他四选一的 看未来一年的升幅 他的时间运动就是一年 第一个有帮1299 你近期就转了view 第二个就是388 第三个就是回控5号 第四个就是941 这四个你帮他选一只你会怎样选 那你如果说论升幅真的要跑出的话 你不会想回控 941这些defensive 的股份 因为这些就是股市不行了 股市开始比较差 可能都是一些反复拉锯的状况 才会炒价值股的 相反地如果说短时间来说爆发力比较强 我相信是一些增长类型股份 如果你能够做到分铸吸纳的策略上面 我比较主张可能真的去买腾讯 那一类型的股份 但如果你都说对经济前景相对比较有信心 我想分铸吸纳上面 好像回控这些会相对比较好一些 有帮是转了feel 但我觉得不会说长生长有 如果最安全 最进取上面 在你刚刚说的那四个股份上 港交所都叫做OK的 但问题是港交所我觉得会回市300元的位置的机会 亦都不小 因为问题就是 大市的成交金额近期好 只是短暂性而已 长远来说 港股整体的成交状况 都是大不如前 所以很难说突然上去400元这些水平 所以如果你要做部署的话 港交所你可以用一些分铸吸纳的形式去博 但是问题我觉得不会出现一个很深的V型反弹 比如港股 你说好一点 我觉得都是望到去24000至25000左右 这些位置 还有一点比较 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长仓为例 不会那么快出手 你看市场都快要倒跌 很高兴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